大家好,这里是佛之园频道,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,五月不要错过,狐马牛猴吐蛇,大财就在眼前,转一转沾财气,生肖马,属马的人精力旺盛,待人真诚,贵人赏识,生官有得财,五月里有吉星末月入命,此吉星的出现,对于生肖马的财运,会有一定强化效果, 让鼠马的朋友在五月里财气逼人,富贵不断,能发横财,挣大钱,既然有钱了生肖马的日子,自然是越过越红火,让人羡慕不已,生肖牛,生肖鼠牛人,在五月开始闲鱼大翻身,喜事连连,大发横财,必一夜必报复,事业迎来大的发展,鼠牛人勤勉坚韧,有很强的耐性, 他们做事长于坚持,看准的事情就会努力去做,很少半途而废,五月鼠牛人在职场门路广泛,受到伯乐器重,领导的赏识,必会大有涨进,财富收入一路看涨,还会有一波横财入命,生肖兔,生肖鼠兔人, 五月开始闲鱼大翻身,喜事连连,大发横财,必一夜必报复,鼠兔人迎来了时来运转之机,事业方面开始有了很大的起色, 五月还有天以贵人相助,发展势头红火,鼠兔人能力很强,虽说平时有些不住条,做事容易三分热情, 但是一旦有合适的舞台,他们突出的能力,会让他们迅速成长,失业有成,未来必会大富大贵, 车房不缺,生肖猴,鼠猴人足够聪明机智,灵活多变,妥善地处理好人际关系,送走霉运之后,运势在四月底好转, 直到五月他们彻底摆脱负面影响,拨开云雾见青天,急兴庇护, 大财降临,迎来闲鱼大翻身,鼠猴人开门见财,机会多多,即使坐在家中,也能赚得盆满钵满, 生肖虎,生肖鼠人五月开始闲鱼大翻身,喜事连连,大发横财,必一夜必报复, 在事业上多遇贵人帮助,发展势头不减,鼠虎人虽然外表普通,但是他们却很有想法, 在事业发展上,也有自己的独特的观点,加上是时商生财的乐视, 必会在职场赢得一片天地,从而更好地发挥自己的才能, 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,保佑诸位全家平安顺利, 吉神相随,所求如意,逢凶化吉,神志动达,幸福如意,心想事成, 如意吉祥,万事胜利,财源广尽,笑口常开,生意兴隆,蒸蒸日上, 福如东海,寿彼南山,年年有余,世事顺心,万寿无疆, 真心祝愿诸位增长福寿,如意吉祥,愿三宝加持和护佑, 憨人自有天宫藤,中年运最旺的属相,命运是一种神奇的东西, 谁也说不准,有的人早年富裕,到了晚年却穷困潦倒, 而有的人早年辛苦,到了晚年却能大富大贵, 世界发展速度太快,有时你稍一疏忽,就落在了比人的后面, 可有些人总是反应慢人一拍,不懂得争取总在傻傻接受, 但有些生肖注定是大富之人,即使不那么出众, 但一定会出人头地,第四名,生肖牛,生肖牛的人憨厚老实, 没什么坏心眼,更不会去想住算计谁, 不喜欢去逞能出风头,通常不太会有人能注意到他们, 因为太过老实,所以容易被人欺负,甚至是被人利用, 他总是用最纯真的的内心,去面对每一个人, 所以大家一眼,就能看到他的底线及全部, 他们十分直率,非常实在, 虽然有时喜欢为一些事斤斤计较, 但这绝对与利益无关, 只是为了去讲明白自己的道理, 发表自己的意见, 真正触及利益时,生肖牛的人就会做个好老人, 为别人让步,傻乎乎的他, 虽然经常吃亏,但福气却是极好的, 因为吃亏是福,而且是年纪越大越有福气, 第三名,生肖兔,生肖兔的人看似精明能干, 八面玲珑,其实就是锁刀子嘴,豆腐心, 心软耳根子也软,嘴上硬要逞强, 实际是个出了名的热心厂, 乐于助人不分时间场合, 工作上新来的同事, 他们会热情地, 待他们尽快地融入新单位中, 不会摆出一副我是公司的老员工, 我就该欺负你,不理你, 回家时,看见老婆婆提菜类, 就主动地去帮她, 这种心态甚至能感染身边的人, 生性逞强,吃得了亏也不能输了嘴账, 其实为了别人没少吃亏, 自己没捞住什么好处, 这样耿直善良的兔兔, 终究会遇到懂得真心她的人, 让她老老实实享福, 第二名,生孝舍, 生孝时的人绝对人不可貌相, 海水不可斗量的人, 看似表面阴质, 貌不惊人, 其实有大智慧的人, 通常都是喜怒不形于色, 对任何事都能得过解过, 不与人计较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, 同时给人一种内心冷漠过傲的感觉, 好像对什么都不在乎, 这正是鼠舌的人的魅力所在, 你永远猜不懂她, 你永远觉得她是个谜, 她的生存自保之道, 就是小便宜你来战, 小亏我来吃, 倘若是大亏, 对不起, 这我绝对不吃, 这就叫小不忍则乱大谋, 第一名,生孝阳, 生孝阳的人具有助一种傻气, 心思单纯, 思想直率, 过于天真的她, 让人觉得十分好骗, 纯真憨厚的她有自我的生存之道, 自知能力不如他人, 精明不如他人, 不妨就让别人, 觉得自己什么都不知道, 像个傻瓜一样好了, 因为太过逞能, 会让自己树敌太多, 自己难以控制住局势, 不妨就坐山观虎斗, 合棒相争, 他们的精明不像别人那么外显, 只好让人利用一番, 已是自己的柔弱, 当然这既是懂得, 逆藏自己的实力与锋芒, 也是为了牺牲自己成全他人的表现, 好在生孝阳的人福气不薄, 一生虽然多坎坷, 但在最后关头总是能够逢凶化吉, 大有厚福, 难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, 保佑诸位全家平安顺利, 吉神相随, 所求如意, 逢凶化吉, 神志动达, 幸福如意, 心想事成, 如意吉祥, 万事圣意, 财源广尽, 笑口常开, 生意兴隆, 蒸蒸日上, 福如东海, 寿彼南山, 年年有余, 世事顺心, 万寿无疆, 真心祝愿诸位增长福寿, 如意吉祥, 愿三宝加持和固有, 留下自己的心愿, 在评论里点赞祝福别人的心愿, 自立等人, 大愿就可以实现。